直播现场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是全黄9 全黄2000的比赛 左边是宝达右边是打 比赛是抢15的 小孩目前是在2P直右边 阿达在左边 目前的比分是9比10 但小孩如果说 赢到第15分 那他就获得了奔赏比赛的胜利 拿到800再加上200的一个补贴 那么就是1000 宝利达目前是落后他 对不对 多少分 这一币 如果说小孩赢了 他就拿到赛点局了 你觉得这币阿达能赢 还是小孩能赢 小孩这里 阿达怎么自己 给自己抚了援助啊 这个援助抚的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 你是中间的 你的血量本来就是应该非常宝贵的 而且本身 你的气下面有三气了 足够三个援助 也足够你折腾了 你这里是蛇本竹目啊 对于场上主力来说 你的血量是非常宝贵的 如果说他刚才的血量只剩下一个的血量 他废弃不认重 我们还可以理解 刚才其实没必要 光有援助 你没有人上场来打 你怎么能赢呢 这个仗算错了 亏了 好 朝天灯 那现在小孩的血量 占预防了 最终是一个千小条重腿 破掉了 阿达的一个手揍判定 那现在 宝贵达这边的话 还只剩一个手里的 逃替了 前下表清腿之后 抓到援助 准备七叔感接一个阿达腿 这一波说出是小孩 小 这个 宝贾 这个板边小口的固定的一个先进的刀 那么 三七的草铁银 要不要开机身 大哥 开了吧 嘴 小孩中成龙 没打到他 再两次前中 再加一个力铁 叫一种 准备吹准备他 其数改 光耀 光耀三段 没打出来呀 没摔上去 再次叫一种 演化自己 但是小孩也叫了原住了 还有四十秒 现在小孩急需要 把自己的肩身加满 存下气 阿达腿 然而迫切了想把三七加满 阿达现在再给他立围 阿达腿是无敌的 是无德的 小孩抱了几身了 现在轮到小孩发进攻 还有十五秒 给他时间足够 这十五秒 都解决阿达了 拿下这一局 小孩就获得了胜利 吐口水 还有 完了 阿达光盯着苦拉了 没想到小孩后跳 同时叫出援助 这是阿空马的套路 小孩的赛点率 十四比九 你猜对了吗 这些汤汤天天的花乐球 感谢Charles的灯牌 欢迎王先生 那么 小孩这边掌握了多少个赛点 十十四比九 六个赛点 六个赛点 极了 第一次刷进来新朋友 大家可以给主播点关注 如果说你是 没有关注过主播的朋友 就给主播点点关注 欢迎轻查的查 直播时间是不是改了 没改 欢迎重返荣耀 小朋友晚上好 欢迎攀金莲 小女子 晚上好 马力台风之后 猴子被他夹死 好紧 那现在阿达只剩一个K大师 还有一个草地了 旁边上来说 宝达带一点点的微弱的优势 比比方多了三个重心的血量 好 清板机 做前置 小孩现在不着急 反正是 我分比你高这么多 等你来攻我 小云之后偷袭他 准备时间升龙 七点之后 你看阿达血量 又被他干掉三哥了 睡一过去给小孩顶腿呀 倒霉孩子 宋十龙 援助呢 没打拳 刚才没打拳 如果把对方打倒的话 那就有机会了 可惜没打到 没有倒地 马力 那现在我们看看 宝达带的跑鸡精怎么样 背头之后叫援助 配合下 晃晃三段 谁加一个重拳 好的 脚条精在压制 小孩这里是非常骨感 马上跟他奥生龙叫援助 阿达说 我还是有援助帮忙的 上次被你援助偷袭 这次我用援助来偷你 现在小孩也剩下扩拉了 三气的扩拉对战 三气的淘汰 小T现在先开了机身 小孩飞着这一颗气 叫援助 演化自己 阿达继续前抽 还有机身 阿达现在保里达继续动 机身 带座椅压制 小孩重拳赶紧逃开 这里只有用重拳 这种高速的高进行的招式 才能把双方距离拉开 但是危险也逼得大 保里达的机身 你自己的电机消耗掉了 小孩后跳重陪 较严重 配合一下中段 超杀全身上去 直接干到了15b9 恭喜小孩 拿下了保里达